今日女排式锦赛六桥赛在大阪宁故屋开打,中国女排对阵美国女排。 在此前的复赛中,中国女排3比0战胜美国队,压美国队成为小组第二,今日的对决十分焦着,前面四局打成2比2,凭借着最后一局中国队的稳定发挥,中国女排最终3比2击败了美国队。 中国女排李盈盈在第四局开始,中国女排加强了发球的节奏,在发球上给了对手非常大的压力,朱婷在这场比赛拿到了并率第一的23分,美国女排显得十分沮丧在全胜局中,中国女排一直保持着领先的地位,从8比5开始,中国女排一直保持着3分以上的领先地位。 在接下来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中国女排进攻出界,美国队得分,随后劳瓶提出了挑战,虽然最后没有挑战成功,但是这也极大破坏了美国队的进攻节奏。 在决胜局的后半场,中国女排一股作气,成功将比分拉开到14比8,中国队率先拿到了两局点,随后美国队拿到了一分,此后中国队再也没有给美国队任何机会,最终中国队15比9拿下了美国队。 美国女排,中国女排,庆祝胜利这样,中国队5天之内连胜式锦赛,未免冠军美国队,前女排队长,奥运冠军慧若琪,作为本次式锦赛的介绍嘉宾。 他也提出了在强强对决中,无论是技术统计还是临场发挥,谁下手比较决断谁就有可能获胜。 今天双方都发挥出了十分高水平的水准,裁判长判断狼,平挑战无效在奔唱比赛中,中国女排的王口实力是在美国队之上。 中国队已经稳定积身于世界前赞强的行列,李莹莹作为每次比赛的胜副手,虽然不是每次进攻来往都能够得分,但绝对能够破坏对手的进攻。 年轻小将的快速成长,也让中国女排看到了更加长远的未来。 而反观美国女排,进攻和速度拉不开,自身的侧点没有发挥出来。 但本次比赛我们也发现了中国女排对美国主攻守希尔的办法不是很多,这也是中国女排接下来需要对这类进攻,需要重点关注的地方。